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我大四的时候曾经在法国交换 所以当时就有想要继续在法国读书的想法 然后也十分想来到巴黎 当时正好了解到了巴黎高科这个项目和学校 然后了解到这些学校都非常的有历史 同时提供通才教育 然后可以让我接触到更多的方面 也为我之后的发展跟职业规划可以提供很大的帮助 同时巴黎也有很丰富的历史跟文化 然后也可以让我在学习之余 可以更加丰富自己的生活 首先命令有专门的国际生欢迎组织 他们会在学年之初举办活动 来帮助大家了解认识法国同学 融入他们 然后还会给每一位国际生匹配一个法国同学 互相成为对方的估赞估进 这样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认识法国同学 跟他们交流 首先命令的选课方式十分自由 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去选择积极喜欢感兴趣的课程 也可以帮助自己发现自己的更多可能性 然后命令的校园和我们的学生宿舍都在巴黎市中心的鲁森堡公园附近 这边风景很好 交通便利 生活方便 此外命令的还有丰富的学生活动 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法国 融入法国 最后命令还十分鼓励大家去做Gap Year 在这段时间中我们可以实习 或者是去读双学位 我觉得在这一年中 我们可以去尝试不同的可能性 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规划之后的发展路线 它丰富的校际合作 校企合作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开拓视野 认识不同专业不同领域的人 也可以为我们之后的职业发展打下基础 成为MINE的一名工程师学生 对我来说不仅意味着能够多学会一门语言 在各种各样的project中 丰富自己的专业知识 更重要的 而是发现了更多的可能性 也让我对自己的职业规划更加清晰 找到了自己真正喜欢的发展方向 开放卓越自信 疫情期间我们有一份的课程是以往课的形式存在的 如果需要去线下上课的话 学校也为大家准备了酒精洗手液 同时也要求大家都佩戴口罩 首先扎实的数学跟物理基础是十分必要的 其次英语能力也十分重要 当然如果还会法语的话 就是一个很好的加分项了 然后最重要的是 需要对自己未来的学习计划 跟职业发展有一个较为明确的规划 并想好自己应该如何去实现它 如果你想成为一名有着扎实的专业知识 又有着丰厚的沟通技巧的工程师的话 如果你喜欢跟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流的话 如果你对法国对巴黎的文化历史感兴趣的话 那就不要犹豫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